在結婚前 我就跟我老公 第一天交往的時候 其實我就搬進去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跟婆媚 第一天交往就搬進去 我敢進度 以前都不是這樣 只有我老公 那你老公一定很優秀 就是很安全感 對 很有安全感 然後就搬進去 所以那時候就是也是 都沒有人把你抖 沒有 我也沒有 也沒有人擋得住 對 我自己就是 所以第一天練起來 剛才就拍人嗎 我真的那時候 真的沒有這樣想 我就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想法 我就是很直覺 你爸媽知不知道這個事 我爸爸 爸爸早就過世很久 媽媽呢 媽媽知道之後她嚇一跳 因為我一個月後 就跟我媽媽講我要結婚了 我都還沒跟她介紹男友 我就說我要結婚了 我媽說你卡丁 我說我負責 我決定要嫁給他 我負責 所以基本上我媽媽也嚇了一大跳 但是我們今年 我們現在結婚五年了 結婚五年了 真的 其實就是 對 第一個直覺 然後因為那時候 第一天搬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婆婆一起住 那我也觀察了 就是老公跟婆婆的相處模式 那我覺得她很孝順 然後婆婆也沒有什麼 就是不會太干涉什麼 所以當初我也沒有協議太多 然後我就住進去了 但是你知道住久了 還是會有一些些生活的習慣是 不是這麼的一致 譬如說婆婆的個性比較大辣辣 那她東西呢 就喜歡隨手一放 隨手一丟 然後所有的東西呢 就會布滿整個屋子 然後你的抽屜打開什麼東西都有 對 而且每個抽屜打開 都是一個驚喜 可能有牙線 剪刀 紅包袋 什麼之類就什麼都有 紅包袋裡面是沒有錢的 對 然後就是會覺得說 我要找東西真的很麻煩 所以就是最大的增值 就是在整理 對 因為可能沒有辦法 把習慣家裡東丟一個東西 西丟一個東西 聽說你經常出外景 只要出外幾天回來 家裡會出現紅色警戒 沒錯 就是因為我比較會碎唸 然後我婆婆跟我老公 比較不會那種碎唸型 那她就會 我就很宅量 宅量到他們都會每次 只要我開始碎唸說 這要放在這裡 這個不是說要放在那邊嗎 這個你不要這樣放 你東西要放好 要有間隔 你東西拿好 要記得放回去 就是一直唸 然後地上怎麼有 就是那邊髒髒的 沒把它擦乾淨 我就會唸 那婆婆其實就很 就是很不喜歡聽到我那邊睡唸 所以他們為了要 讓我不要這樣子一直唸 就會把家裡盡量維持 我希望的樣子 對 然後 所以你睡唸的功力滿強的 就滿強 就有一次 我就是去那個 就是友台的節目 他出外景就是四天三夜那樣子 然後當天那一次我回到家 我就發現 家裡怎麼這麼乾淨 因為我就很驚喜 我不在家 你們怎麼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我都想要頒獎 頒獎狀了 然後我婆婆才說 因為今天她知道妳要回來了 所以 所以 妳看過天啊 所以今天因為剛好 早上有拜拜 婆婆看媳婦要回來了 她看日子 她看日子 應該是都媳婦看婆婆要回來了 她看日子 今天要回來了 要整理 要整理 然後剛好早上有拜拜 拜周生 所以她就把所有的親戚留下來 全部打掃完 拖完地 啵 亮 你們才能回去 所以我回到家 就發現超乾淨的 然後我就沒有睡眠 她就覺得很驕傲 然後再過個 可能幾個月我要出外景 我只好每次外景回來家裡 就特別乾淨